指数上涨了0.86%,收在了9736点 不只占上了9700,而且是突破前波高点9699 同时也创下7年多以来的新高 而成交量更进一步放大到了1182亿元 再创下洋年的最大量 美国联准会的最新FOMC会议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鸽派势力取得了绝对的优势 带动了美元指数下跌 美股大涨的走势 因此在昨天国际资金同步做多了台北股会市 不但在台股的部分 在现货外资持续的看到大买超了85亿元 这已经是连续三天出现了买超 而自行商在自行买卖的部分 结束了连续两天的卖超 再度的由卖转买了15亿元 不过投信持续的卖超 在昨天为止已经是连续第四天的卖超了 单日卖超了4.26亿元 三大法人不包含自行商避险的部分 合计买差了有96.3亿元 在期货的部分来看到 4月份台指期昨天上涨了92点 涨幅0.95% 收在了9766 正价差29.27点 外资在昨天调节了多单 1000多口 不过空单也出现了增加 使得了净多单小幅的减少 但是还是有高达了17000多口的净多单的水位 在自行商的部分则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了 多单增加快一倍之多 由3200口增加到了4816口 空单虽然说也是同步增加 不过只小小的多出了426口 也因为多单大增 空单小增 使得净空单 也因此减少到了1024口 这样的状况似乎是第二好的表现 那么对于多头最好的状况 当然是多单增加 而空单是反向减少的 我们再来关心前十大交易人的进步位 变化并不大 那么最主要是特定法人多单减少了2000多口 而在非特定法人的部分 多单增加了1600口 这一边减少一边增加之下两箱抵消 再加上了非特定法人前一天的空单 并没有在昨天明显的回补 也使得前十大交易人进步位 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在选择权卖权买权未平仓比 扑口ratio的部分 大幅上升到了120.36% 一口气增加了有7个百分点 而前十大交易人代表看涨的 买进买权在上放这红色的线条的部分 增加了12000多口 这个大鱼代表下方看跌的买进卖权 所增加的5000口左右 因此前十大交易人在选择权买方的部分 偏多操作 而前十大代表看不涨的 卖出买权的部分增加了5000口 这部分却小于代表看不跌的 卖出卖权所增加了1万多口 因此我们看到前十大在选择权的卖方 同样是偏多操作 而前十大交易人在选择权明显的偏多 因为卖出卖权看不跌 以及买进买权看涨的力道同步都是比较强的 而外资在选择权又是如何的进出呢 来看到外资在卖出的部分 卖出买权增加了4000口左右 而卖出卖权在下方的部分 大约增加了5000口 两边其实是势均力敌的 在买方的部分 来看到上方 买进买权增加由22000口 这个部分高够于下方 买进卖权只增加了11000口 因此外资在选择权买方 一样是偏多操作 虽然说自行商在现货 游空翻多 这是包含了 整个自行买卖跟避险加起来 是游空翻多 而期货也依然还是进空单的水位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选择权市场 不管是前十大交易人 还是外资 通通都是明显在做多 另外再从全职股的角度来做观察 前一天大涨的台积电 虽然说昨天表现比较温吞 稍微熄火了 但是盘面当中也轮涨到了 2317的鸿海 跟2882的国泰金 分别大涨了3.64% 跟2.8个百分点 多头火种是不是会以这种 良性接棒的方式 持续延续下去也值得观察 昨天三大法人全数力拱鸿海 不但外资反卖为买 买超了单日有9129张 而自行商更因为权证避险的因素进场 回补部位 昨天大局买超了有2.22万张 合计三大法人昨天单日买超鸿海 高达了33442张 这一少见抢下了三大法人 合计买超第一名的宝座 那么昨天鸿海以91块1作收 小上了合设有一块钱 再度登上了代工股王的宝座 而外资买超前五名的个股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了中信金 开发金跟台新金 五名当中就有三档都是金控股 另外两档呢 则是友达跟群创 这面板双股 其他6到10名呢 则分别包括了有鸿海 元宝 国泰金 台湾50 以及中钢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统计出来 在昨天外资买超的重心 放在了金融股族群当中 不过呢 买超前行呢 只有国泰金跟鸿海 在昨天量价的表现呢 是价涨量增 而其他八档都是量缩下来的 尤其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到的是 金元双雄 就是包括了台积电跟联电呢 都不在外资的买超前行的名单当中 而台积的股价表现呢 昨天最高见到了155块钱 过了2月25号的前波高点 同样也在创下历史的新高 但昨天却没有出现在 外资的买超前10名的名单当中 是不是在最近排面当中 大家所关心到的 限水的问题 尤其从4月1号 第三阶段限水提前开跑了 对于定子股 是不是将会有所冲击 也值得关注 而至于同样 也会受到限水冲击的面板双虎 为什么会出现在 外资的买超前5名的名单当中呢 这跟之前面板股的股价 已经经历过一波的跌势呢 似乎也是不无关系 而限水对于接下来排面当中 甚至选股的方向 会出现什么样的影响呢 要留意到的是 对电子股 尤其是用水量较大的族群 会有什么样的冲击 而金融跟传产 是不是相对 会成为这种考量之下 资金转进的参考目标呢 也要特别的加以关注了 那昨天在节目当中 也特别提醒过您 中小型股呢也要跟上哦 而果然昨天台股成交值呢 连续两天 突破了千亿元的情况之下 除了外资连两天的大买超之外呢 内资似乎也加速的回笼 排面当中呢 中小型股 强攻上涨停板的档数 一下子暴增到了49档 相较于前一天的32档呢 有激增的表现 另外来看到市场解读 美国联储永会升息的时间点呢 可能往后延到九月份的情况大增 让美元硬升下挫 非美货币呢全面的反弹 虽然说在今天清晨 我们看到美元结束 又再度的往上走 不过我们看到在昨天的部分呢 韩元大幅升值超过了百分之一 在新台币的部分呢 也爆量喷出 盘中的最高升值高达3.2角 而今晚央行在尾盘进场干预组升超过一角之多 而尾盘新台币仍然升值了有1.48角作收 收盘价31.485兑换一美元呢 这是近三周的最高的表现 那我们看到单日升值1.48角 是近三周的最大升值的幅度 那么总成交量也暴增到16.51亿元 同样创下了一周的新高 稍微广告回来 要持续观察到日韩股市有没有机会翻